你也是到今年地 那个预算都已经过了 所以今年底你还是可以再用 所以你只要在今年底把它提出来 反正你开始实施就是在明年 1月1号 这个是你自始至终大家都没有意见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应该是你拿回去好好的去看 然后听一听我们大家的意见 然后你把这三年来 这三年当然包括前任的市长 这三年来我们所有的社会福利 不管是照顾弱势的 还是什么样各式各样社会福利 你把它条列出来 每一年这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 它到底花了多少 那这一笔它有没有花在岛口上 每一笔它是不是很适当 还是我们为了某种目的所设置的 其实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清楚 条列式的出来就会非常的清楚 我们今天过去穷民国94年来 我们设立这样的一笔的慰问金 我们是不是超过超越了应有的范围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条列出来 所以呢在这边我还是建议说 这个自知条列我们还是先 你先把它收回去 你先听完大家讲完以后呢 然后呢你到底要变成是慰问金的性质 辅助金的性质 你把它先确立 你要是属于基本照顾的慰问 还是说你是急难救助的慰问金 确立 然后呢再来它的标准在哪里 就把它确认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可一年的额度有多少 然后确认 如此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下来 你才能够说服我们 你也才能够说服大众 所有的这个基隆市的市民 而且呢最重要的 如此你才可以知道 你这一笔的预算是花的 是不是花在刀口上 值不值得 所以呢我还是建议 一样的跟我们的同仁一样 还是你先把它收回去 然后下个会期提出来 然后慎重一下 这是我的意见 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请游奖耀邮议员 谢谢主席 我想应该是在 每一年 我们在省预算的时候 对于整个的财政的分配 总的来讨论 比较恰当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省是说 省每一个 每一个单项的 单项的 一些预算 如果再通通 通通搬出来讲的话 这是讨论不完 讨论不完 讨论不完 像很多这个奥运的比赛 对我单项啊 我是柔道赛 就是柔道啊 我是拳击赛 对我这拳击啊 都有一定的一些规则 跟规范 不要说 所以说大家 搞了后来 如果通通跟他混在一起 说的话 的时候呢 变成格斗 格斗就是没有规范 跟没有 那个规则 所以说不被列在奥运的效果里面 所以我提这个例子 就是说 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 这个 这个制度条例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 回归 他原来的缺点是什么 因为原来有缺点 我们才要做改进 我们要去飞溯 他原来的缺点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呢 他没有 他没有拍户 因为呢 他没有规范 所以导致呢 连保险公司都不敢保 分母太大 都不敢保 但不敢保的时候 在这个 这个 1902年 我们自己办的时候 你应该 为什么保险公司不保 原因 你应该是好好的思考 保险公司所发生的问题 就是未来市政府会发生的问题 你如果承接下来的话 这个问题是不会消失的 不会消灭 但是呢 在102年的时候 当时的市政府送来的 我们议会没有尽到 认真审查的责任 就是让他 咕咕咕咕咕咕就过了 造成怎么样 造成今天 这些 所谓的 不公不义 或不公平的现象 产生 当然有同学说 我们有同学说 等下个会期 等明年 等三年也可以 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招有错 细改可以 你不立即修正的话 市民会用真大眼睛来看你 市政府明知这个有错 还在那边拖三拖四 议会明知这个有缺点 还在那边拖三拖四 到时候人家都会给人家打不及格啊 都会给人家打不及格啊 都会给人家来 没去搁 没去搁 政府没去搁 我觉得啦 102年当市政府送来的时候 市政府就像一只枪肠动物 枪肠动物大家都能知道 譬如海参之类的 蚯蚓之类的 它没吹起 没啥 一条虫子脱通到底 所以枪肠动物在现在的生物界里面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几乎快找不到枪肠动物了 我们不能当枪肠动物 我们是有机体啊 我们要能够去虎存青啊 不好的马上改掉 好的继续留下来 枪肠动物 的政府送来东西 枪肠动物的议会 通通吸收了 所以本席认为啊 市政府站在一个分配者 尤其是社会福利 在那个分配者 分配者最重要的是 那叫做公平嘛 不平责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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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的改财换代 历代的政党伦地 都是因为不公平啊 不平责民 这分配者最重要的 公平以外呢 还要注意它的正当性 你看 你没有设门卡 没有牌户 通通给 这是很湖面的 一个 研判啊 很浮面啊 假如说 因为 他这个意外 死亡 就给十二万 他自然死亡 就给两万 本期曾经讲过啊 当自然死亡 这个上家 领到两万的时候 搞不好他之前 因为他生病 他会花很多钱 他更难过 他更艰困 他的经济更艰困 意外死亡的 他突然间没有啦 他可能没有做之前的一些 因病死亡的折磨 跟这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但是我们政府很 很表面啊 意外死亡很可怜喔 可能 不小心被车撞了 或跌死或怎么样 看起来 表象是很可怜 但是自然死亡更可怜啊 你看表象来立法 枪肠动物 枪肠动物 这个叫什么 叫正当性不足啦 正当性不足 就会失去正义的原则啦 再说 分配 你分配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定为2万 通通不分 没有限制 2万的部分是没有限制的 是没有拍他的 但是说 多出来的12万的部分 就有很多的限制 不是像以前那么简单 就因为意外 就可以拿10万 不管他是经济弱势 或军事比较好的人 他不管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说 站在市政府 在分配者的立场 你更应该要注意到公平 跟正当性 跟正义的原则 不要再当枪肠动物啦 枪肠动物在世界上越来越少 对不对 所以本席是认为啊 应该 排务 大家都有共识 因为不排务也不行嘛 不公平嘛 不符合正义原则嘛 对不对 在排务的情况下 如何 将以前 浪费掉的一些钱 没有排务就会浪费很多钱啊 他 经济中央很好 你再给他钱 他绝对笑你啦 这个是无能政府 虽然 有我们当中 要钱人家没陷阱 我贴也没给你购啦 我纳税给你 叫你好好的管理这个政府 管理好好的 服务市民钱给我乱花 对不对 所以说既然有共识的话 我们就不要再拖了 再拖一个月 多浪费一个月 再拖半年 多浪费半年啊 按照 你新法不来 按照旧办法 持续再浪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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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是对不起市民的 对不对 所以本性认为说 排务有共识 就是我们就赶快 把这个法赶快通过 让新法感慨取得救法 让以前不正常的 以前不公平的制度 见像赶快消失 这样才是 有自寻能力的政府 也才是有效率的议会 谢谢 好了 我们休息五分庄 之后 我们再请张前议长 跟陈明健 陈一言发言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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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